我自己也很激动 因为就完成了前辈没有完成的事情 昨天其实也是看到这个对手 我就觉得首先他年龄比我大 然后自己还是摆好一个冲击的心态 然后在这个场地怎么样发挥自己的特长 因为这个场地的球速还是对我比较有利的 然后今天场上也确实就是打到后面 他可能气势上比我要差一点 他没有我那么的冲击力 所以到最后的关卡的时候我顶住了 今天主要就是赢在我的打法比他要更加的快 他虽然是经验比较老到 但是在这个场地上就是因为球速很快 他用经验在跟我打一些控球 就是限制我的时候 我就只能加速 只能一直不停的加速 然后利用体能来多余的消耗 然后他最后他可能没力了 他也发挥不出来什么东西 对因为昨天我也说了 我有大概两三天没有打比赛 所以上场心里是没底的 但是今天打的话 因为昨天打的时候 我心里大概对自己现在是什么样 有一个底 所以打的时候比较放得开 然后我也是发挥自己的特长 摆正一个冲击的心态 所以打的时候 其实今天没有紧张和一些压抑的情绪 比较释放 对因为我其实我已经完成自己心目中的目标了 所以接下来每一场都是全力以赴的 就是尽量展现最好的自己 因为我每一次都是倒在16场这一关 所以这次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8强 其实我的自信心一直都还不错 就是面对这种选手的话 我其实对他的积分啊排名啊没有太在意 因为我觉得打到场上的时候 都是发挥自己的特长 我觉得我的特长就是比他要优秀 所以在场上就是敢打